大家很和平,前期就真的话大家打的还是都是比较的积极啊 我在我在我在,吃饭,你跟他们没事,比较都住了,没有打死 5G,他今天想要清什么点,是这样请你必须拿着清A9还是出版中路清安定 这波的话5G是选择了一波去 AGA打不了CFS,AG没命额,淘汰了 啊,他先下来 哇,是,哎,二打二啊,还可以 什么情况就二打二了 其实我感觉是保卫者带一个瞬间变成了二打二 因为保卫者刚才应该是在那个被强行打掉两个 一打二,黏蓬又聚掉了一 看一下石头的1位2 这边站一起这个就过分了 可能应该是知道石头应该摸到几点两个人直接就拉到远点来架的 最主要是两人站一起你知道吗 要我的话可能左边右边一个他那边直接不够点就两人站一起 对那现在对5G来说就很难受了 现在0比2了这一分过不拿下 感觉这个上半场就可能那个分叉会有点大了 对那一波石头已经站住了B包点但他们却没有下包 因为E是直接是在窗口被拘掉了 因为那个点其实很难被拘对吧 因为就是露一条缝但没想到这个时候是被拘掉了 对那作为这个石头的话一个人也是不太敢下包 还是想主动去打一个人头回来 其实下包也可以 等于他毕竟九宫阁嘛 比较好 哇 公中两发 公中接住了 小齐伦 这个 这个没办法的 跳出来想看一下点队直接毕竟接了 但你说实话一般这个时候就是不可能被打到的 嘿嘿 就来回的跳嘛对不对 我看一下人有没有有人我们在拖这一道去拖鞋时间 哦 看一下小齐伦 能不能 对吧 在这里 哇 这 现在都这么晚了吗 感觉真的好 小门这里也是打掉四打一 而且已经确定最后一名保卫者的位置 确定了吗 确定了 确定了 你看他这个 这个小技巧 小伸法 你也确定他的位置 哇 老铁 等你来 兄弟 一 二 一 二 无际 无际就踏实多了 拿下一分了 这一分完全是依靠着小齐伦 小齐伦是在B点打出的优势 就你杀这两个人我都不懂你知道吧 然后中东队友也是非常给力啊 也只拿了这一分 没办法 刚刚那种局面就是 枪杆来的真是挡不住 个人能力发挥了 哎 一夜这里 第一时间是锯掉了 小九 所以说5G就 特别需要去打这种 个人能力锯是吧 个人能力只要起来了 70只要起来 这就是他们 一旦限制到那种 枪杆发不出来被动了 就打这种逆风局的话 5G的能力还是差了一些 是的 其实两支战队 他们的一个状态非常明显 看光这边需要的就是 系列作为 战术成功 战术理念成功是最重要的 然后反过来我们需要看到的是 5G边是个人能力有人爆发 只要有个人能力爆发 那说明整个队伍的其实能起来 对 需要有个人 某名选手 个人能力爆发 然后就带动整个队伍 带动其他队伍 我刚才肖奇林的个人 弹点能力也是真的强 对 他就是其实在这个队伍里面 就是非常灵性的一个 他就是一个自由人 对 想去拿就去拿 不受任何约束 他之前也说了之前的话 在别的队伍打 就是感受还是有约束感 就是打的不是很压抑 很压抑 对 打不出来自己的一些东西 反倒是现在是彻底释放了自己 就反而有些队员 你不需要去控制他 就是之前我想李思南 对吧 李思南也是 李思南就是一个这个选手 当然也不是说 每次都适合这种打法 对 有些选手不太适合 哎 就刷掉了 这边左就刷卡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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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3 现在位置也是被锁定 3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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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帮搞错了 太高了 这一分拿下的话韩空3比1的领先 一点有过强点看一下 一换一一换二韩空还是有优势 走了走了 这边必须两边人特别多两边都各种教育 但确实因为自己的问题还是保育者吃香 毕竟只有两个注锁 对 对 肖西伦也是在那个 矮小门 矮小门的位置 对双方打掉 肖西伦也像个老司机 双方也像个老司机 对肖西伦是 他不是开车型的嘛 打法 他算是一个算偷人 诶诶 哇 这边 同队这个手枪的发威啊 4比 4比 这一分是双方都要去抢 这个B通道 但是 还是这边的汉宫 利用那个地形优势发挥的更好 取得了很大的优势 然后撤到后点来 逼着你来打一波 感觉彭对今天状态是特别的好 保刀为老 联盟联盟真的是特别稳 就很稳的一名剧手吧 我觉得 你说他准吧 他不能排前三 你要你要说他那个吧 他就属于一个中位中局 就该杀的人我都把他杀掉 就是很均衡 很均衡 你让他指挥吧 又能指挥 看下来到了第六分 前部的目前只拿到了一分 这一分我自己必须想办法拿下来 不然的话你要汉宫 5比1领先你 对他们来说 就有点像昨天对阵TGF的那个抑郁小镇了 就干脆我就干脆之后就气了 但是你发现第三张不是TD了 是爆破了 是爆破 不过还好是港口 港口对他们来说 他们应该还是蛮有自信的 对如果说说他们可以选保卫 对 但这个也在看他们 呃一会儿的一个发报 关于自己选潜空呢 对 从没选破了我感觉 很少有第一次选潜空吧 港口 这波的话5G是选的那一波 潜艇 哦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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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潜艇 我说潜艇怎么选潜空不很正常啊 这边又是年红 在前程的话5G还没有输过 哇这边枪水了 潜艇5G这两天全是赢的 都是第一张地图全是获胜 对 看看这波暴币 就是还在绕 两个 诶石头的双杀 怎么又变成一个 二打二 二打二 石头在一旁边 闪光 过几下 刚才明明是一个 潜艇防守还可以 但是进攻总感也打不进去 这边又打掉一个 还是石头柯能力发挥 诶 这里 是让哈伦 蓝特的一个双杀 真的神仙打架 呵呵 这卢号也太脆了吧 就第一天 呃先是年鹏打掉了E 再来B又其中一个5打3 5打3 然后这里石头来到包点一个双杀 不是 包点这样第一天又是被年鹏手脸打掉一个 嗯 等于是一个5打2 对 然后最后打成一个1比1 2打1 而且是潜伏的一个优质 那这样的话来到5比1 现在对5G来说 非常的困难 对汉工来说的话 只需要继续这种节奏 保持这种节奏 是的 真的看不懂你知道吧 嗯 今天这两支队伍真的太神奇了 这个神厌打架了 尤其在残局下面 看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嘛 真的让我们很难去预料 今天这个残局说的话 没什么预料到 真的今天你要预料的话 脸就要被打肿了 哇 这边三个 一波刷屏 一波刷屏以后 这边没办法了 一个人 那你自己凉了呀 上面上已经凉了 我现在消去了一个 也是位置被锁定了 这波 这是保卫者拉出来这个时机刚好 拉出去三个人站一排 胡鲁娃刚好遇见你 嗯 嗯 而且他那个时间点掌握什么 就是第一时间 露出去了 我第二时间 就第一天看到你露点 第二天立刻就出来打你 对 看一下这个小奇伦的EV4 是的 这个残局难度吸收就太高了 现在我觉得 小奇伦应该是在尽量的 多打一些时间 让队友去和很多的时间 去进行一下交流 沟通一下 考虑一下下半场 甚至说是考虑一下前景 是的 对 这是一个地图 太多 一个地图太多点了 他就搜了好吧 6比1 6比1 哇 这个和昨天现在一模一样 我感觉 对 感觉5G好像第二张地图 就是 最拿地图 对 5G 又是一个大比分 汉空要量啊,这一图应该赢得好,不就逼了 看一下,这么大的一个比分的情况下 什么去打? 这个图赢了也应该吧,我怕 这波保卫者,让我们看一下他们这个戒备 对 还是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边都会有针对性 对,其实汉空现在已经打的比较轻松了,这么大的比分领先 我只要保持我的节奏,我不需要去做太大的改变 就竟然还是可以在你身上拿分 是的,5G现在就是很头疼 唯一拿到一分还是通过个人实力的发挥 你看这边,又是被打测身 感觉5G总是想不到汉空会顶得这么靠前 他可能想法上觉得还是一个说法 但你考虑的对面已经是,就是领先里很多的分数了 他可以选择做这样的一个防守阵型 7比1 沙曼潮能最后一分 跟昨天一波一样 但是感觉昨天第一张球是10比7 打了我吗 一张球应该10比8,也10比8 因为昨天那个是比8我记得很清楚,就已经2分还是1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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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对,对 吃完了我吃了 上半场看一下,第二张地图上半场会不会是8比1 要是8比1就跟昨天一样了 最后地图就不一样了 就是包括那个地图 关键对,关键今天第三张地图不是TD的,那不知道 不过也还好,前景嘛 他们应该还是比较有自信 因为前景真的,我觉得在这张地图上没输过 就这两天的比赛 我不敢说 这两天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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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的比赛还没有输过 对对对 就现在每次到这种欢迎的比赛你知道吧 就我们现在不敢去,比如说到这个时候,哎这个没输过呀 没输过,状态都不错,基本上没有啊 万一啥是吧 就开始干 对就开始说我们了 看来是我年轻了 年轻了 只是分析一下 就说不一定是TD 打TD才有机会嘛 但我们说客观数据是这样 真难啊 客观上是这样 哇 这又是消息人 抓到一个时间差 他想着只有一个人 7比2 看一下这一分能不能拿下来 哎 这一分很有机会 哎,玻璃一进来了 还 打掉了 打1 打1 这一分拿下7比2 下半场还能再玩一会 7比2可以玩一下 对,7比2还能玩一下 毕竟7比2翻盘还是有的 或者说打追到平局还是有的 对 一手两个 8比1是我们现在 看年鹏呢 这个EV2 这个EV2 觉得无所越胆 特别不错 慢慢的车比 不过 这两张地图唯一的就是不一样 是第一张地图就是双方 各种残局的这种收割 然后第二张地图完全就是整体 你又多击啊 整个人的一个爆发 是的 不管是战手方面 别人先倒是多击啊 行不 汉宫会怎么打开这个包围者的一个 防守之心的一个位置 是啊 量了已经 汉宫反正还是要先稳 对吧 说VV根本没 就是很对啊 哇操很尴尬 开张 不能说但是前面者一分不拿 这就 啊就打着打着就很难受了 对 前几分的话还是要稳稳的先拿下 先拿一分心里踏实一些 嗯 但千万别跟那个5G一样 拿上一分之后就不能 抢话说啊这个莫兰也是不懂事啊 就拿一分 就拿一分 威威好不容易说一句话 莫兰还跟他同时说 对吧 7比2段有的打 8比1真的我觉得没办法去玩 很难受啊 我看一下现在还是 时间还很早 对 韩国众反正不着急 对 而且他们也适合去打这种慢节奏的进攻 嗯 还在打 中路应该是一个高报的轻点 韩国担任这个潜伏者那不用说了对吧 依旧是以稳为主 对 前面先 这里卡卡那里卡卡 对 是他们的一个节奏嘛 对 就前期的一个卡点然后在 红秒进攻吧 大概在中期的时候就可以选择 不管是这个 这个方向白防啊或者说这个 呃 壁仓这个位置啊怎么会强了一个点 对 然后呢 选择这些夹呀阳弓啊 这都是他们后续一些东西 前期他已经不会进攻 穿攻就是打慢的 打比赛全是慢的 很少招 小到直接一个闪直接往包点打 我最开 小过很差 直接被五季刷平 瞬间刷掉五号飞 瞬间要杀光 微微包养了 不错 二十四个应该是四一号呀 这就不知道了 第一时间是比Eye把第一位打掉了 依依就在这个位置 架着这个小盗子 第一分也是武器拿下了一个70分 兄弟这个点真的 除非你这个往那枪往上跳 要不然很少聚到人吧 我感觉 但是真的会有人会去跳 就看是吧 对因为我在这个位置 我见到过别人打死过人 我以为是你被打死过 有阴影 我在这里被标死过很多次 我也没标死过 真的没办法 没办法就想去干 然后就发现 很多标过来你知道 而且是眼睁睁看着标飞过来 那个时候反应不过来 反应不过来了 这只有被标死过一次之后 下次现在才会有这个意识 我也标死过 因为我姓李 小盗子 这个家族对吧 家族传言人 有这个基因在 对 前人就标 那也是刚才通过了一个 四一的一个战术啊 就是潜伏者并没有拿到那一分 被 虽然战术打出来了 小盗子 人家没小到一起的 对 因为前期也是 应该是没有掉人的情况下 可能大概的一个防守路线 刚才应该差不多 三个人的A区吧 三个A口呀 包点呀 小盗呀 都有人 正好是被夹了 那来到了第二分 一 汉宫一 就是第二个节奏 始终就是汉宫的节奏 你知道吗 对 不到红秒是 没有进攻方向的 很少会说 前期第一时间就跟你拼 嗯 我慢慢的还想耗一下 知道你5G特别喜欢去主动 那我就先看看你漏不漏 我先看看你 耗耗你的这个这个锐气 换攻就是红秒进攻啊 不到红秒绝对不打 诶 这数据干啥啊 这连红是干啥啊 这就过分了 我突然间好紧张 这看一下这个 又是3v3的一个残局啊 看看他们的回防 前复者这个站位 感觉还是不错 哇 吃了个白 2打2 1打1 1打1 都没血 完了大米 哇 连捧我他们家去干嘛 明显让人回防啊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 绝对是 看着对于屏幕去了 就是 对对 动都没有在小门 就是我看你屏幕呆在哪里 OK 确定了 我直接过来抓你 因为十几秒时间 所以因为当时的话 标题而已嘛 不知道取啥标题 随便取个标题 对啊 这些小门还是这门 所以他 他每个点都要看 而且自己选了就很残 嗯 哇 这两分下来 我们看到 其实 呃 5G这边的一个防守 就是 你既然 第一间不去抢一点 那我地内 我也不去做一些工作 5G就很晚 看完啊 对吧 对吧 我别的 我不做一些骚事情 对吧 对吧 我等你爆发 我就等你爆发 我相信我这边可以守得住 刚刚也是通过 小球的那个残局啊 虽然说第一分守得很漂亮 一个没死 第二分的话 打得还是有些惊险 对 那刚刚如果 如果说那个潜伏的那个不突加 对对对 我就优势了 对那就是4打3 他如果在那个仓库一卡 那真的对 啊 5G来说就回房就很难修了 因为刚才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5打2呀 或者说你 4打4打2 那有几面去找人 4打3 你要是比如说人多打人多打人少 你可以讲 对 基本上是一个 还有三个人 那警察肯定是有人 基本上是一个军事的情况下 去找就太不应该了 那得看完啊 那前面的两分其实 卡机 我还看了 输不了对 打不了对 比较轻松的是把A点占了下来 第二次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进攻了 关键还是最后这个残局 是没能拿下 我看到这里 哎 哎呀 是脚切过去了 但是应该还是被打掉了 正好进步了你知道吧 第二时间正好是这边5G又反清 小刀这里也是跑起来直到B点 第二时间反进这里小刀直接漏吗 现在还剩下40秒 其实 我就算了吧 一个以后肯定还会打的 确定汉弓的一个战位 那个 这个5G一个战位 这边小刀直接出来看一下 哇这个直接被打掉 然后加拿的话4打1 3比0 3比0 难道要进入到5G的节奏吗 C比5 C比2 其实对于汉弓这边的话 他们打了三波的慢攻 就刚才我 我想 那我不是很好 我想说就是 最后的这个 其实哪怕这个5G都不敢确定 就是汉弓到底进攻什么点位 对 包括在这个这个 想一个阳光在没办法 那边顺点被清安 估计就是一个人在B1了 对 就不可能打这个地方了 你在跑步也来不及了 刚刚那一分的话 其实5G这个第二线 反进这个B通 真的确实很聪明 很不错 而且正好是反向 第一个人最主要 对 应该小雪 他就是蹦蹦跳 结果突然进步了 对 一分没拿 下半场一分都没拿 感觉这个压力慢慢的 很有机会可以把这个比分追上来 虽然说现在就是我们看上去 汉弓的一个领先 但你发现其实气质上面 包括现在的一个状态 已经是偏向于5G这边 所以现在汉弓需要做的就是 战术的事情要整理 感觉要聊啊 这个参局的这个处理一定要到位 所以他们现在可以改变一些打法 因为有的时候 你把时间拖得太靠后的话 你可能进行一些调动啊 你可能侦察到信息 在调动的时候 发现时间不够了 只能去强大 你记得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汉弓在之前 一直都选择慢打的一个 突然间我这队是什么队 突然间就是各种打快攻 对面根本适应不了 然后后来赛后就说 我就跟另外一个队聊天吧 他们说我们线上训练 包括以前我们一直看录像什么的 就他们全是打慢的 我们有一些针对 因为他突然打快我适应不了 对 我没想过他会打得快的 对 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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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 这波 终于要拿第一分了吗 下半场第一分 漂亮 这个测身 这个怎么会露 没有下包呀 对啊 这个点太着急往A狗赶了 这是谁 石头 石头 太着急了 就是你包都没有 队友也帮你下那么多人 剩下一个1比2吃 还算比较好完成吧 就慢慢自己一点一点的心 我觉得还可以 你这么想 当时只有17秒了 这边石头肯定也想抢个推点点 你一个下包肯定只能有一个人看 这是最好的点 主要去为队友先撒一条路 对 空城拔寨都是死在第一线的对吧 要么就是活到最后 要么就是第一时间就会躺下来 对 这样的话 看弓箱也是顺利的拿下下半场第一分 我刚刚那辈非常非常的惊险 第一天我们听到 其实我有条选手的呐喊 就打毕了就是 可能他各种补枪各种补位什么的 但是 保卫者加上那个补枪他会死 有可能他只有一个人在那个点 他要看小门 要看两个点 对 如果他不死的话 这边有人帮他补这个小门 那就把这个前方加在这个位置了 对 而且可以打一个交叉点 这比赛也不是太要拼啊 可以带一红桃 小九 打掉了七二 应该是在小道打掉了七二 你看B仓 往这里直接 应该是知道这里有人 直接一个闪盾 所以分的话 汉弓非常有机会 是的 好 走到没大路去 其实在维生基地这个B包点的这个回房 太难了 太难了 如果是我 你知道我怎么回房 我把这个门口的烟雾铺好 我们就是 这个你混着来嘛 大家就混 看这混得好 三个红烟是吧 对啊 因为你这样的话 其实铺开了 对面根本不好进来 这一分 韩国打得非常的漂亮 一分一分 9比5 韩国已经拿到了局点 对 连拿了两分 真连拿两分 刚刚有说 诶 武技王技术节奏了 3比0了 看到的 刚刚 严蓬翅在这个小伤子跳了一下 如果说阿姨又再加了个点 就很有可能是把它给拘掉 那这个反应的要求很高 真的 就有可能就是 有那种就刚好 我刚开进去正好出来 直接就开枪 这个时候反应是跟得上的 小道看情况嘛 团圈把这个节奏再次掌控到了这个韩国的手里 对 武技下班长是 连追3分之后 主要看前两个能不能秒的 现在对韩国来说就很轻松了 至少已经是保平了 而且接下来 获得这张 这张地图胜利的几率也是非常大的 毕竟现在是个9比5的领先 虽然说是那么大的一个领先 我看到韩国还是不紧不慢 对 还是就把该做的工作做好 哦 那凉了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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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是知道因为在B3打了很久 再去的话对面可能是回防过来了 嗯 就很聪明嘛 对 他不会说比如说你这边顶出来两个人我就要打你这个点 是 啊 这边是打了个背身 就是奇儿被打了个背身 最后一个保卫者是在B1点 1位1 这个1打1 小奇轮残血 机会很渺茫 很渺茫 这个时候下个什么四眼王包呀破台包呀 我估计前方的保卫的联盟了 对 但是今天这个神奇的残局太多了 所以我们还是抱有一些希望的 哇 这个点 这个点感觉就没了 感觉就没了对吧 感觉就没了对 这个点就很高了 对吧 感觉就没了 基本上没了 15秒时间嘛 也时间了 是吧 还好 这样的话 汉弓也是汉弓 达到了第二张地图的胜利